叶天师 我带你体验一下双修的快乐 可好 不山云雨 男欢女爱 岂不快哉 赤美王俩也敢乱过心境 天龙冲杀 万云秀杀 虎儿 为师堪破天机 三段姻缘为人 非由下山渡劫 方可修成大道 为师算出你的第一段姻缘 方位在西 你且去江城华美集团 自会明白 站住 像你这种乡巴佬 你想进华美集团 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 还滚 如果 我不想走 不走 我看你是想冲刺 不走 我看你是想冲刺 我不想杀人 滚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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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叶晨五年前就死了 叶伯父 叶伯母 叶晨 叶甲满门非命 我却不能帮你们报仇 是我太没用了 你是没人性的还说要鞭士 我只能偷偷地把伯父伯母的尸体埋在这里 叶晨 我希望你不要怪我 叶晨 叶晨 叶 你认识我 你这不是写着的吗 看来是我眼花了 差点以为你是我以前的同学 还别说 真的很像呢 叶晨 我叶晨老你一世无忧 美女 我看你硬腾发黑是有大胸指照啊 不如让我给你治上一致 叶晨 小兄弟 你这是干嘛呀 不会是有什么美容偏方要推广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我可是对我的美容偏方很有自信 奇怪 我对这个男人有种莫名的好感 我叫叶 我叫叶成 成是守信的成 如果让孙姨知道 我当年没有死 可能只有静下吧 人生续断 五个三十个 这个 是初级助言单的配方 我稍微做了一下改动 你不是美容集团的总监吗 呀 你拿回去给你的技术部人员看 他们绝对适合 哎 这个药方最少值一千万 如果低于一千万千万别买 这个药方最少值一千万 如果低于一千万千万别买 一张随便写几个字的餐巾只价值一千万 亏你想得出来 简直就是狮子大开口 其实啊 我知道你们男人都好面子 但是也没必要这样吧 这三千块 我可以给你 我家还有一间空房 可以收留你住一晚 拿着这个钱好好去找个工作 这几男人 或许要不了多久 就会被社会淘汰了 孙姨啊孙姨 你把我看得太渺小了 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口袋里的那张纸 有多重的分量 看来还是得挣钱呢 不过 我叶晨 打工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的 那我做什么来捡快呢 哎 有了 叶晨 叶晨 孙姨 你回来了 我找到了挣钱的路子 听我跟你说啊 你早上拿一张单方骗我 现在又干起了坑蒙拐骗的生意 你到底又不幼稚 你就不能干点正经工作吗 你到底又不幼稚 你就不能干点正经工作吗 我这是正儿八经的秀子扶杀 怎么坑人了 你如果需要钱我可以给你 但是我希望你能像你的名字一样诚实 我想你父母给你起这个名字也是这个意思 你现在这样做 最得起远在乡下的父母吗 你以后要怎么面对他们 你良心不会痛吗 我也想再见到他们 但是再也没有看到 我以后 也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他没有父母 原来他和叶晨一样 都失去了亲人 叶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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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总 你回来了 夏总 你回来了 孙爷 在哪 立马回公司 S级紧急会议 S级 这可是最高级别的紧急会议 难道华米集团出事了 卧槽 连江城第一医院的医生都不敢这么说 你小子是不是疯了 小子 你是不是新来的呀 在这儿看病 要十万 你确定你没开玩笑 这十万块钱啊 是定金 凡是遇到疑难杂症 都是一百万起步 不过呢 我在这里保证 所有的病 我都能治 这人呢 肯定是个骗子 估计胸安定金啊 就跑了 对对对 一定是骗子 我们报警 报警 报警 小兄弟 他们都已经报警了 听我一句劝 摆摊不是这样摆的 赶紧走吧 赶紧走吧 那个 你真的什么病都能治 那个 你真的什么病都能治 好 就你了 跟我走 不是 明女 我还没答应你呢 你不需要答应 不是 我还没办法 出发 生老病死再正常不过事 沈夫人 你可要见一顺便呢 里面那个家伙 我能救 小伙子 你能治好海华 真的吗 妈 你真的要听着江湖骗子的鬼话 妈 你真的要听着江湖骗子的鬼话 爸得的可是癌症晚期 这病整个皇下 乃至整个世界都无人可疑 这小子怎么治 还有 你毛都没长齐的吧 还是别人治病救医 秋神医都救不了 你怎么叫 别人也救不了 那不代表我叶晨也救不了 小伙 你有刑医资格证吗 你是哪个学员毕业的 弄不好 我还教过你们院长呢 没有 连刑医资格证都没有在家伙 还治病 治你妈呢 要治里面的人可以 诊费 一千万 一千万 你还真要得起 你以为自己是话筒吗 我想你们都误会了 这一千万 只不过是让他醒过来 要想彻底治好了 还需要一个疗程 整费我一千万 我只给你三秒钟时间考虑 我的时间可是很宝贵的 要是不治的话 我就走 三 二 要是不治的话 我就走 三 二 治我治 好 你先去准备一千万 我现在进行第一个疗程之力 让他醒悟 在此期间 不准任何人躺死 也是你命不甘决 老头交给我的通天医术 足以把你拉回鬼门关了 去 天地寻慌 师妹王阳 一模王阳阵 起 你进行检测过了 心电图都不跳了 爸已经死了 不能再死 你信他 我看这小处的 怎么把爸救了 他要是做不到 我就报警 告识诈骗 一个小时以前 我也给病人检查过 毫无神奇 从医学上讲 就算是 已经死亡了 大家不要抱什么希望 赶紧准备后事吧 助言丹 叶诚这家伙什么都好 唯独就是做人补妾时机 哟 三姨 小男人呢 这么魂不守舍 我想不想男人关你什么事 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就好了 哟 你这个被人包养的人 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整天这么骚 不知道被多少男人干过吧 你 混蛋 你 混蛋 半菜金只还给我 哼 孙姨呀 孙姨 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呀 什么助言丹你也相信 还是说 比电视剧看多了 我看这个字迹啊 像是个男人写的 不会是哪个片子给你 用来换你一个晚上吧 最后再说一遍 把东西还给我 你 我让大家来开会 是什么原因 我想大家应该清楚吧 对手上新的产品 华美集团的业务 直线下降 我好纳闷 这么长的时间了 难道就研发不出一款 有效的爆款 研发部 我让你们全球搜索配方 这件事 是不是被你们给忘了 不不不 总裁 这民间配方啊 极其珍贵 不是那么容易就拿下的 我们 一直在派人收集 还高价买了一部分 可是效果 都怎么好 集团竞争这么大 你们就想凭这么一句交代 就想谋混过关 从今天开始 研发部门全体加班 无论如何 哪怕天价 也要找到 适合华美集团的配方 要么 就你们自己研发 总裁 其实这件事很容易 我可是听孙总监说 他手上有无价助研单的药方 而且啊 他还跟我保证 他一定能够拯救集团的生死 苏娜 你说的是真实 到底是哪个孙总监 当然是真的了 刚刚孙姨跟我说的 乌县 你们问问孙姨咯 乌县 你们问问孙姨咯 孙姨 他说的是真是假 你手里 真的有助研单的配方 快拿出来 只要数十 我立马提拔你为副总裁 外加集团 百分之三的股权 你才说的东西加起来 至少是十个亿啊 怎么办 这种骗人的配方 怎么能拿出来呢 难道我从今天开始 就要查华美集团的笑话了吗 难道你觉得这些条件还不够 这样 你开个架吧 不是的 对不起总裁 这只是我朋友开的一个玩笑 这是助研单的配方 你把我当傻子不成 这是真的助研单啊 我的天哪 我连有生之年 居然还能见到这个宝贝 我此而无憾 孙总监 你这道药方是从何处所得 告诉我 我小倩倩 这要放背后的人 我求求你了 求求你了 要不我给你跪下 别别 许老 您可是医学界太懂 你怎么能帮助这个小贱人骗人呢 你滚呢 这绝对不可能 这个小贱人 怎么可能会有助研单的配方 这就真是假的 这是真的 那家伙给我的 竟然是真的助研单 这怎么可能 你刚才说的 那位 难道就是 给你药方的那个人 赶紧叫我去见他 我求求你 求求你 我给你跪下 我给你跪下 为什么 我倒是不愿意相信他呢 但是 他为什么要用这么贵重的东西 混三千块呢 他送了吗 还是说 还是说 他送了我 这是送给我的定情信物 徐朗 你真的确定 这个配方有用吗 总裁 我以我的性命 担保 这个肯定有用 而且 比例行美容集团的产品 还好上一百倍 不过 一口气说完 可是这配方 似乎已经被损坏了 其中有一味药 看不清楚 孙总监 这到底怎么回事 英才 这事我知道 在你来之前 公关部苏总监 从孙总监手里 抢过了这配方 更是拎到脚下踩 如果不是你来得及时 这配方恐怕已经毁了 苏娜 你知不知道 你差点害死我们华美集团 好 从今天开始 你不再是华美集团的总监 立马给我滚出会议室 还有 如果这个配方出什么问题 我保证集团会对你追究刑事责任 你最好祈祷这个药方没事 总裁 进货 看你干的好事 原来是你这个蛇蝎妇人 你居然敢毁了这宝贝 你知道 弄消失弄破了 意味着什么 老不成亲的儿子 刚好在文化部任职 你就走着吧 还算顺利 里面那个家伙应该快醒了 对了 我钱呢 对了 我钱呢 真的吗 大师 你的意思是 海花马上就要醒了 谢谢 就是银行卡 密码是六个零 妈 你好好看看 爸还在那儿躺着呢 你怎么能信他的鬼话 他就是进去洗了个澡吧 搞了一副疲惫的药 我去捅起了 你也算个医者 整天到晚的骗死人的钱 我都为你感到羞耻 都不相信我 决定 这是我应得的成绩 还有 里面那个渣户 马上就会醒 但是他只能活三天 三天之后 要是没有我的药 天王老子来了 也做不了他 这畜生敢打我 还当着这么多人 面抢一千万 这种人渣 我要报警 我要他死 沈少爷 我有个朋友在江城警局 我现在就打电话 好 海花 我这不是做梦吧 你恰恰我 叶芳 这不是梦 我真的活过来了 对了 那位神医呢 她在哪里 我一定要好好谢谢她 如果没有她 我就真的死了 你们 谁能给我一个解释 爸 刚刚 混账 你这个混账东西 我 你竟敢气走神医 你这个废物 是不是要死你才好说话 从今天起 你休想在老子这儿拿到一分钱 你再也不是我神海花的儿子 不要 妈 我知道错了 你们愚蠢 愚蠢啊 我刚才虽然昏迷 但是能感受到神医救我的过程 堪称鬼斧神工 天神下凡 这种人 就算不能交好 也绝不能交恶 还有你 你们一群狗眼看人地的东西 竟然敢污辱神医 我告诉你 如果找不到神医 无法是 你们都得死 找 全都给我去找 就算是翻遍成歌江城 也要给我找到神医 除了眼方 你们都给我滚出神家 三天内找不到神医 你们就都逼回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我给你道歉还不行吗 为什么要走啊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如果肯回来 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你就不能回来吗 如果回来 我家里可以让你住一辈子 喂 你一个人躲在门口哭什么 被人欺负了 还是 你想一个温暖的抱抱 难道 我今天变帅了 你老是和我说 你今天早上给我的那张餐巾纸 真的是触及助颜单的药方吗 这事啊 那当然是真的了 我能坑别人还能坑你啊 可是 你为什么要给我那么贵重的东西 我把它还给你 你给我做什么 这个单方已经是你的了 可 可是 没那么多可是了 这可是我身上最低级的东西了 你要是不想要 扔了便是 这家伙心也太大了吧 这么贵重 价值十几个亿的东西 就随便扔掉 这助颜单的药方 居然只是他身上最低级的 他身上 到底藏着什么惊天秘密啊 行了 今天我也快累的 我先回屋休息了 等一下 还有事啊 你的药方很有可能会让华美集团起死回生 所以夏总想要亲自见你 明天上午十点华美集团总裁办公室 你有时间吗 我 明天上午十点华美集团总裁办公室 你有时间吗 让我去总裁办公室见那个女人 听着吗 没靠 他如果想见我 让他来这亲自找我 他竟然拒绝了夏若雪的邀约 这可是无数大家族少爷 想见都不能见的存在啊 喂 总裁 他拒绝了 知道了 竟然会有人拒绝我 难道 是我不够好看 还是说 夜晨 你根本就不是个男人 很好 夜晨 我倒是想要看看 拒绝我夏若雪的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快走啊 这孙总监 真是越来越漂亮了 他身旁这小子 凭什么待在他身边呢 孙总监 可算已经判来了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 我是云生集团创始人 郭海东 你好 郭总 孙总监 我叫钱勇 海勇酒店 就是我家的产业 你好 钱总 看来这孙总监 还是很漂亮的嘛 看来孙姨 印他上的黑器 跟这场宴会有关 到底是哪些人 对他产生了危险呢 到底是哪些人 对他产生了危险呢 上次想给我下药的混蛋 怎么在这 药 陈小姐 上次不辞而别 太不给我沉迷了 这杯陪醉酒 你是不是该喝 不好意思陈少 这次我是开车过来的 实在不好饮酒 要不我以茶代酒 向你赔罪 别他妈在这 给我扯犊子了 楼上的总统泡房 我已经开好了 孙小姐要是醉的话 可以住上去 对呀孙总监 只不过是一杯酒的事情 有什么害怕的 这这么多人呢 陈少还能把你吃了不成 你以为自己是什么货子 还他妈在 今天这 你他妈不想喝也得喝 就连你背后的下若雪来了 也他妈一样 就连你背后的下若雪来了 也他妈一样 这里是江城 老子的地盘 我心里明白 这就对了吗 在江城 谁敢捂你本少年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让他喝酒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我看你 浑身上下的衣服 连一百块钱都超不过 像你这种乡妈佬 还敢招惹陈少 信不信我一个电话 就让你他妈的在江城 混不下去 你别胡闹 陈锋的身份可不一般 他背后的陈家 有一位鼓舞者实力通天 不是我们华美集团 能得罪得起的 陈少 对不起 实在对不起 我这个朋友啊 没有见过什么世面 他不是故意顶撞你的 这样 这杯酒 我喝 喝完以后啊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能不能请你 放过我的朋友啊 你算个什么东西 算个什么东西 自己都自身难保了 还护着那小子 你他妈就是个 你个杂碎 你敢打我 你知道老子是谁吗 你这老子杀了你谁也保不住 你们两个废物愣着干嘛 我杀了他 做了事有老子顶着 我刚才删你 你可服 我服 我服 我再删你 你可服 我服 大哥 我知道错了 就像怎样 你才能放过我 打电话给陈正宫 他若跪在我屋前 我就放了你 喂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还年轻 你别把命都搭这儿了 他们比你想象的还要可怕 这样吧 你待会儿假装去上厕所 然后想办法跑出去 越远越好 这张卡你拿着 里面有三十万 密码是六个一 这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 还有这个车钥匙 你待会儿开车跑 越偏越好 记住 千万别回头 那你呢 天哪 到了这个时候 这丫头竟然还想着玩 你还管我干什么呀 我一个女孩子 他们还能杀了我不成 你快走 再不走 来不及了 今天 谁也别想踏出这位宴会金饭 谁也别想踏出这位宴会金饭 这家伙竟然是个修炼者 不对 他的体内没有丹田 应该就是孙艺考虫的苦 完了 这下全完了 你到底在干嘛 陈正国来了 你怎么还有心思吃东西啊 你快成啊 这排骨味真不错 哇 就是那家伙 还把你给我配的两个保镖都打翻了 然后他他他他三五 他甚至还说让你给他跪下 把你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动手的 自己站出来吧 跪下 可十个想头 这到底哪来的饿死鬼啊 陈家家主发话了都不带力的 把那小子带过来 撤 把那小子带过来 撤 小心 你们 你们还远远不够资格 一起上 我 会你给我出手吗 这年头 这种乡下的医生都这么凶了 你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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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没有任何人可以让你和叶美酒 没有人 陈正国 好久不见 五年前 年纪轻轻轻 应该跨入不久 不足以畏惧 我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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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明朗出手了 小子不要以为你学了几招就无法无天 在老夫眼里你只不过就是一只蝼蚁而已 有明朗在此 你小子必死无疑 明朗我要那小子的右手 小子 现在我陈家人要你一只手 你可有话要说 真是複杂 你若再是废话 我让你此生都变成废人 狂妄的年轻人 今天老夫就让你知道 什么叫井底之蛙 嗯 雪妖君 你你到底是谁 你的兄弟怎么可能是 我是谁 我是你永远都惹不起的人 我 陈正国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啊 这位大人 是我教祖无方 这个混账东西 你想怎么处置 你就怎么处置 我 我不知道孙小姐 是您的女人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错了 你觉得需要道歉的人 是我吗 孙小姐 对不起 是我狗眼看着你 我不应该骂你 我是婊子 我们茶家都是婊子 你让我 我 你走吧 我 我们先走吧 我们去警察去招人弄死那小子 陈正国 我有说过让你走吗 你在笑我 我好像没有得 不是 啊 不许动 那个站着的家伙 我命令你抱头蹲下 如果你再不蹲下 我有理由将你击杀警告第一次 你发什么愣啊 他们真的会杀了你的 待会先去里面做笔录 反正有监控 全程里都是自卫 你发什么愣啊 他们真的会杀了你的 待会先去里面做笔录 反正有监控 全程里都是自卫 没事的 陈家家子怎么会会有的 小周 把宴会厅的摄像资料全部带走 再向酒店要一份餐会的花名册 队长 那剩下这些人怎么办 全部带走 啊 还是外面的空气好啊 还好有监控证明我们是无辜的 回去啊 我一定好好洗个澡 除除身上的晦气 陈家父子没死 一旦我离开江城 孙姨必定会受到陈家的怒 无论是五年前夜家灭门的招 还是今天随意的招 陈家 叶成 你在想什么呢 叶成 你在想什么呢 看来 应该找个时间见见这两个人了 什么呀 你要见谁呀 我是说 我这刚来到江城 还没解决住的地方呢 怎么办啊 孙总监 你就不怕我是坏人啊 就你那三脚猫的功夫啊 姑奶奶我还看不上呢 睡不睡 睡 当然睡 也没有 我还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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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家的保镖 据说都是特殊身份推逸 怎么在这家伙面前这么不静他 怎么在这家伙面前这么不静停 怎么在这家伙面前这么不静停 我 月焰杀人焰 真假 你準備好了嗎 你都別來回走了你晃得我頭都暈了 都是你這個混賬東西 明老受了重傷 現在已經成了殘廢 肥了明老老爺子也不在 我們陳家彼此無疑 你 我們陳家彼此無疑 你也刪我 你也太起人優天了吧 爺爺雖然不在 但是爺爺還活著呀 我看誰敢找我們陳家算著 明老很強 但是在爺爺面前算個屁 爸 要不我們去武衣山請爺爺出山 那小子太狂了 他都讓你跪下 你怎麼忍呢 好 明天我們親自坐飛機 上趟雨傘 不要讓那小子死 我一定要親自砍了那傢伙的手腳 他媽的 真以為老子怕了他 還有那個孫姨 老子非要親自幹死他 爸 到時候咱倆一塊花那個 哈哈哈 孫姨那個身材 在整個江城都找不出來第二個給他 看起來一定很舒服 嘿嘿嘿 哈哈哈 你嚇死我 我夜沉的你 你們也敢懂 這 你怎麼寄來的 吳宜山大紅袍 吳宜山大紅袍 好酒都沒喝了 味道還不錯 你 你究竟想幹嘛 白天我都已經給你下跪了 你還要我們怎麼樣 你 葉大師 求求你放過我吧 孫姨那件事情 都是我爸的主意 跟我沒有半點關係 只要你能放過我 我這一輩子給你當作馬 你 我不管你是什麼人 也不管你從哪來 我告訴你 我們陳家背後 可是有一位宗師 我敢殺了我 宗師之怒 是你無法承受的 你說的 應該是十年前離開你們陳家 上山休閒的陳元禮吧 沒錯 你敢殺我們嗎 是嗎 是嗎 你說我葉陳敢不敢殺人 我知道我要死 但我希望你能夠給我一個理由 為什麼對我們陳家 嚇死殺手 我們無怨無仇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一個無怨無仇 好一個無怨無仇 我問你陳政國 你可還記得 五年前雲湖山莊的那場宴會 我再問你陳政國 你可還記得 眼前死去的夜神 我最好問你陳政國 你可還記得你五年前那張 醜惡的嘴臉 你 你是葉家的廢物 你是那個墜河的夜神 這怎麼可能 你不是死了嗎 我不妨再告訴你一個秘密 我根本就不是你們口中的鼓舞者 我是一名修煉者 也許在你們的眼中 鼓舞者很強大 但是在我們修煉者眼中 這個華夏乃至這個地球 他都渺小如塵埃 我 總算你擁有強大實力 就算你背後站著五道宗士 哪怕是站著一個宗門 我夜神 都會一切斬斷 我夜神 我付出來了 江城 我 避开陈家苦修十年 老夫终于要冲破了 是谁 究竟是谁 干杀我族人 毁我十年干净 我沉厌了对天发誓 你只要亲自找到 将你展示 毁你昏空 将你展示 毁你昏空 看来得加快修炼速度了 正好 可以用昨天的一千万 来写新的预赛 不愧是江城最大的料点 这人还挺多的 可惜了 喂喂 你摇头做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搞得跟你很懂话一样 你看得懂话吗 我有让你走吗 你刚才到底什么意思啊 看你这身地摊货 怕是这辈子都没有资格接触这种东西吧 子萱 休得无理 小伙子 我这位孙女就是这样的脾气 从小被父母宠坏的 我这位孙女就是这样的脾气 从小被父母宠坏的 还往海狠呢 爷爷 你跟这个相邦老费什么话呀 他懂屁 看他贼没输眼的样子 说不定就是来偷东西的 小伙子 我刚才看你看这幅画石很失望 请问有什么问题 你是觉得 是画技不行啊 还是意境不好 或者这幅画 这艳品 这小子真敢说啊 居然说德仁堂的镇店之宝是艳品 就是啊 这可是五年之前 德仁堂从秋水拍卖会 以九千万高价拍的 还是被无数收藏家认证过的 唐宝虎真记啊 臭小子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艳品 你信不信 立马就会有人以诽谤的名义 把你带走 我看你今天来德仁堂 就没人好心 我看你今天来德仁堂就没人好心 哈哈哈哈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小伙子 知不相瞒 我就是江城德仁堂的堂主 朱仁德 这幅画是我在京城把重金拍卖得来的 前前后后一共有三百多位收藏家做过鉴定 无一例外 鉴定的结果都是真品 你说它是艳品 那岂不是说所有的收藏家都是吃干饭的了 这 这些收藏家都是吃干饭的 你 好 很好 你既然说它是艳品 那你就给我一个值得幸福的理由 如果没有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 爷爷 您不能生气 医生说了您不能情绪波动 跟这个桑巴佬费什么话 看我一脚把这个家伙踢出去 不可伤人 看来这朱仁德背后的家族并没有那么简单 这丫头可是从小就跟着江南省的那位大人巡伙 这一脚下去 连接内心的公司也飞吧 怎么可能 女孩子修炼男人的武器干什么 说不定练到后面就变成废人一课 我只提醒这一次 真奇百发 怎么可能 他年纪轻轻的 怎么会有那种境界 这位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是我们太莽撞了 子萱 买提起来给这位先生道歉 爷爷 你怎么能向这个桑巴佬道歉呢 你什么身份呀 连江冲引导见了您都要 我闭嘴 如果你敢不向这个先生道歉 以后 怎么是我诸人道的孙女 以后 怎么是我诸人道的孙女 这可是一位武道宗师 一位可以真情外妄的武道宗师 这种宗师可是画下无数家族都有八截的存在 万万可遂不得 对不起 若再有下次 我不会再让你有活下去的权利 怎么可能 时间高比是个个厉害的将冲 为什么这架子太起立了 怎么做呢 谢谢这位先生高抬贵手 我以后一定严格的管教子萱 这位先生 请留步 没有事 刚才 你说这幅画是赢品 我想知道 您从哪里看出来的 如果能跟这位先生交好 那朱家在将冲的地位 绝对水涨转高 如果想知道这幅画的真假 就拿下来交给我 我证明给你看 好的 没问题 来人呢 先生 还请您不吝赐教 还请您不吝赐教 我的 九千万的画 他直接把九千万的画给撕了 这 这可是当人通了真电池宝啊 别打扰先生 快回到你的工作岗位去 二十岁 有没有梦还是个问题 主劳叶子居然叫他 先生这种尊丑 你用放大镜看一下上面的字 你就知道了 爷爷 你看到什么 也不知道哪个傻 却会拍下这份赝品 兄弟 对不住 多亏了这位先生出手 不然我诸仁德就一直被蒙在鼓里 聊了这么长时间 我还不知道先生高姓大名 我叫叶晨 星辰的晨 今天过来是来买药材的 叶晨 五年前 被京城龙爷灭了满门的京城叶家 叶家废物 也叫叶晨 为什么两个同样名字的人 地位却如此悬殊 一个是江城被无数人踩在脚下的废物 一个却是像你一样 只长一届 登临苍穹的武道宗师 哎 一个却是像你一样 只长一届 登临苍穹的武道宗师 哎 是啊 是叶晨 把我抽到废物业长回来了 叶先生 您需要哪些药材告诉我 我很快就会送到您的住所 药材呢 你就按单子上的药材准备 越多越好 至于价格 按照市场价格就行 叶先生 这药方上的药有很大毒性啊 药方你不用管 只需要按照清单上的药材给我配就行 明天我亲自来学 爷爷 你是不是太高看这小子了 他虽然有实力 但放眼整个江城 强者不算少 这叶晨 又算得了什么 紫萱 你的眼界还是太窄了 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你知道我刚才看到了什么吗 什么 一位宗师的诞生 爷爷 你会不会看错了 他这么年轻 怎么可能是宗师呢 你想错了 他不是宗师 而是比宗师更可怕的存在 紫萱 记住 从今天起 我们朱家要不惜一切代价 拉拢此人 这五年来江城的变化真大呀 远远感觉 找死 你给我吃死 你给我吃死 你给我看 这个男人 还怎么苦 谁派你来的 猪仁德 谁派你来的 猪仁德 大哥 我真不是故意的 现在整个江城 不管是明面还是暗地里 只要找到你 就有一百万傻金 我谁也使心动 才跟踪你的 大哥 求天你千万不要杀我 我上有老 下有小啊大哥 求天你千万不要杀我 大哥 难道江城已经有人发现我没有死了 一火车 经常那个男人来斩草覆干了 如果真是这样 那最好不过 反正总有一天 我会告诉江城所有人 我叶辰 回来 那你知道背后的悬赏人是谁吗 是沈家 沈海华 其他的我真不知道 而且最近几天 我听说沈家 发动的力量越发强大 据说 已经掉去了全江城的监控来找你 大哥 求求你饶了我吧 大哥 大哥 回去告诉沈海华 要救命 让他亲自来找 别搞小事 让他亲自来找 别搞小事 我的命还有一天了 如果一天过后 再找不到那位神医 一切都会毁秘的 海华 你说啊 那个夜神医 会不会出了江城 不然不可能没消息啊 我已经派人 去江城的各个车站 路口守着了 按道理说 这个神医不可能离开江城 如果再没有消息 我就用一家医护去送了 不管怎么样 就是翻遍整个江城 我也要找到这个神医 快说 是不是找帮神医了 神医 有消息了 夜神医让人带话给你 你快说 快说呀 你要急死我呀 夜神医说 要活面就别搞这种把鞋 亲自去找他 好 没车 马上 停下一下 这样怎么样 好看 你穿成这样 是要去干嘛呀 女人化妆呀 当然是出去逛街呀 和谁逛街呀 当然是和你呀 不然还有谁呀 今天星期六 我好不容易可以休息 正好带你出去逛街 你也不看看你身上穿的 哪里邋遢的 身边呀 给你买部手机 我可不想在关键时候 联系不到你 可我不想去逛街 不行 你必须去 其实我只是好奇 你稍微打扮一下 会是什么样子 说不定能让本姑娘 大饱眼福呢 要想我去也行 你换件衣服 行 行 哪有女孩子 穿运动装逛街的呀 还别说 你这头肺一减呀 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你现在去大学里转一圈 保证有很多小女生 围着你团团转 喂 你老是和我说 你有没有女朋友啊 要不要本姑娘 帮你介绍一个呀 我们华美集团啊 可最不缺的 就是单身小美女了 我的生活只有小年 和疯狂小年 只想跟她等着 我哪有时间 去玩儿女私情 喂 你不会到现在 都没有谈过恋爱吧 五点前 我倒是喜欢过一个女孩 竹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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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同學們 咱們今天站 楚術人 我喜歡你 你個廢物 也配跟我楚術人表演 賴韓文想吃天鵝肉 別以為你背後有業家給你撐腰 就了不起的 在我楚家眼裡 你跟你父母 什麼等事 我們不夠是打賭 想看看你這一家廢物 到底有多垃圾 沒想到啊 還真是來蛤蟆想吃天鵝肉啊 你真是個廢物 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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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所有人 叶辰回来了 到时候将成的一切 在我眼里 也只不过是因为我足道的尘埃而已 叶辰 你在想什么呢 表情那么恐怖 没事 走吧 孙姨是你吗 孙姨还真是你啊 青年同学聚会你怎么没来啊 听说你现在在华美集团上班啊 卖美容药吧 这年头卖美容药可赚不了多少钱 要我说呀 赶紧找个有钱的男人嫁了吧 多情思 哎孙姨啊 这么多年没见 有男朋友了呀 不过你的男朋友看起来 也不怎么样啊 除了这张脸有点好看以外 这衣品 不会跟你一样 是个穷鬼吧 哈哈哈哈 倒也是 穷鬼跟穷鬼 才是绝配吗 哇 你男朋友怎么长得 有点眼熟啊 你男朋友怎么长得 有点眼熟啊 哦对了 你还记不记得 五年前那个叶家废物啊 他还真是来蛤蟆想吃天鹅肉 居然敢跟丑说人表白 哈哈哈哈 啊 你这男朋友长得啊 究竟像那个叶家废物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人都已经走了 这样消费一味资责好吗 还有何欠 你不要弄得我跟你很熟一样 毕业以后 我们就没有了任何交集 我们走 我们走 是 那个 帮我们把模特身上的这套衣服拿下来 我们就要这套了 小姐 不给你男朋友试一下吗 不用了 她和模特身材差不多 应该刚好 就要这套了 把它包起来吧 然后买单 就要这套了 把它包起来吧 然后买单 所以我没听错吧 你知道这套衣服什么价吗 你就要买啊 这可是泰伦斯大师今年设计的最新款 不要到时候 因为这张面子 反而让自己戳戳 快帮我们包起来 我们赶时间 这位小姐 由于您购买的商品已经超过二十万 所以我们已主动给您升级为小奈儿的尊贵会员 新品享受八五折 打完折后 总共三十九万 一套衣服三十九万 开什么玩笑 就算是奢侈品 也没这个价 我这张卡里只有三十万 小姐你这是 小姐你这是 呃 我突然觉得这个衣服颜色不太适合他 我们再看看吧 要是双碗咖啡发现钱不够 那就真的是丢脸丢到家了 孙姨啊孙姨 你们不会是没钱不敢买吧 既然没钱 为什么要来到这种上流人世才能逛的地方呢 买不买是我的权利 你管得着吗 就是觉得这个衣服一点都不配他 难道不行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银行卡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 你一个卖美容药的能赚多少钱 对了 你还有你男朋友呢 是他不会也没钱吧 两个穷鬼还敢来逛Sanel 真是让人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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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中的时候 你在里有多穷 别以为我不知道 那年刚考 你好像考了六百多分吧 按常理来说这个分数 在进车上的重点大选 应该是没问题吧 那你为什么没去上 还不是想早点赚钱 给你那生命的弟弟治病吗 怎么 承认自己是个穷鬼 有这么难吗 你 为什么不说话了 是不是被我说中了呀 穷鬼 还敢学别人装模作样 真是让人想象 不过 我看你长得 也还算可以啊 找个有钱人嫁了 不就要什么有什么了吗 啊 对了 忘了给你介绍了 这位 是我男朋友赵俊 知道他什么来历吗 北冥集团听说过吧 北冥集团 可比你那破华美集团 不知道贵了多少倍 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阿俊啊 就是里面的 CFO 颜辛啊 五百万 你敢想吗 颜辛啊 五百万 你敢想吗 什么CFO 我还有FO呢 呀 忘了还有你这个穷鬼啊 还不知道你在哪里高中 不会是个解破烂的吧 我车里还有瓶矿水呢 你要不要 我是名神医可以断人生死的神医 哈哈哈 孙姨 你男朋友可真有意思 还神医断人生死啊 哎呀不行 那我肚子疼 笑死我了 哈哈哈 你这个职业当着我的面说说就好了 就别在外人面前说了 不是 这个年头 说实话都没人信了吗 这个年头 说实话都没人信了吗 我真的是神医啊 还有个叫沈海华的家伙买世界的账户 难道 要拉他来作证吗 对了 那个沈家的沈海华 好像就是北京集团操控的 我们快走吧 你真的想看我穿那件衣服 高卡 帮我把这件衣服包起来 你疯了 你身上有多少钱 我不清楚吗 你连房租都交不起 还是向我借了三千块 怎么买得起这几十万的东西啊 这可是储蓄额度不低于一千万的贵宾黑卡 这位先生您好 我们和公行有合作 您出示了这张贵宾黑卡 我们能在原有打折的基础上再打九折 您出示了这张贵宾黑卡 我们能在原有打折的基础上再打九折 别以为你拿一张假卡就能魔混过关 如果刷卡失败 制作假卡那可是要坐牢的 快去把卡拿回来 我们马上走 丢脸不要紧 你还想再去趟警局啊 在你眼里我就这么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吗 这不是像不像的问题 你就是没有钱的人啊 刷 给我刷 而且我不要你任何折扣 就按照原价给我来 老子今天不差钱 老子今天就当一次爆发过 先生 请您输入一下密码 小子 你倒是输密码了 我倒想看看你这个穷鬼 到底玩不玩得起 我倒想看看你这个穷鬼 到底玩不玩得起 孙姨啊孙姨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五年前你偷偷暗恋那个叶家废物 可是在叶家废物出世的时候 把那一家子葬了 哎 我真是纳闷了 那叶家废物它有什么好的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这眼光还是这么差 你看你身边站的这个家伙 那有什么好 实在不行啊 你出去那也行啊 说不定啊 那凶条客 你这个家伙还要好呢 你可以欺负我 但不能侮辱叶家 不能侮辱他 我就侮辱了怎么了 你能难我怎样 哎呀不然我给你介绍介绍生命 你做机肯 你这张臭嘴我早他妈就想删你了 要不是因为你是个女人 现在已经死了 糟了叶晨 和倩跟储家关系很好 我们 你居然敢打我 从小到大就没有人敢打我 没有人 你信不信我 沙卡成功 祝您购物愉快 不可能啊 这确不可能 一定是你跟这家电串都好的 要不然你怎么可能分得起啊 这位小姐 我们沈奈要是全球性的奢侈品品牌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的事 如果你再这样恶意抹黑 我就有权把你拉入黑名单了 阿隽 他们何其回来欺负我 你作为一个男人 难道不帮我吗 你作为一个男人 难道不帮我吗 你好 我是北明集团的首席财务官 赵俊 第一 我希望你向我的女朋友道歉 你应该知道 我们北明集团和Chanel 在前几天刚刚有了合作事 我不希望因为你的原因 而导致合作出现问题 因为你的工资根本承受不住 第二 这位先生在公共场合打人 而且在你们店里 你们有权利赶走这两个人 稍后我会让我的律师出面 这位小姐实在不好意思 刚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还不赶紧把这个穷鬼和这只只赶出去 闭嘴 我一直在退让不代表我好欺负 这位小姐 这么大人不好啊 我在江城的警局也是有几个亲戚朋友的 你这个行为完全可以让你在里边住去 不过 我看你是个女生 我给你的意思 晚上来西安顿酒店陪我喝顿酒 说不定我就可以原谅你 滚 既然如此 你们这对狗男女就给我挡着 今天我将以北明集团的名义 向你们华美集团施压 看你们以后怎么待在江城 好大的口气 我深海华今天倒要看看 谁敢进入我北明集团 给夜神医施压 我深海华今天倒要看看 谁敢进入我北明集团 给夜神医施压 真的是深海华 他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过来了 老地是人还是鬼啊 沈 沈叔叔 您怎么来了 我 我不是听说您生病了 哼 我如果再不来 有些家伙就要将我的心血毁于一旦了 沈叔叔 你 您又开玩笑 对了 您来神医奥是来视察工作的吗 哼 这北明集团董事长突然来这里干什么 安不成是会给将军找回场子 安不成是会给将军找回场子 沈叔叔 我经常听阿俊提醒你 其实啊 您没必要亲自过来的 这两个人啊 我们能处理的 我这就通知江里人过来 到时候 他们一个都跑不了 这可是北明集团的董事长啊 叶先生 您让我找得好苦啊 您如果再不出现 我可就真的死了 这家伙不是刚来江城吗 怎么可能认识沈海华这种级别的大人物 这家伙怎么会认识沈海华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这家伙怎么会认识沈海华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我已经给过你们审价机会 是你们自己不懂得珍惜 叶先生 是我管家无妨 您稍等 我这就让那个不争气的畜生 过来给您赔罪 猛龙 给我过来 向叶先生道歉 给叶先生跪下 道歉 叶先生 明天是我不对 请您原谅我 三楼有女装是吧 我陪你买两件衣服 今天 我有钱 让 看你干的好事 今天叶先生不点头 你就给我一直跪着 赵俊 你刚才是不是得罪叶先生了 别以为你和你爸干的那点不好事 老子不知道 你今天就说什么东西 给老子滚蛋 还有你爸赵德明 老子就算死 公司的股份 你们也半点得不到 滚 都别跟着我 一群废物 阿隽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 都怪你这个臭婊子 你害的老子什么都没了 还好意思问我怎么办 老子 你不如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你不如挖个坑把自己埋了 告诉你何欠 我收起你的看人的狗眼 不然谁都救不了你 滚 所以身边的男人到底是谁啊 能让江城沈家的沈海华 都如此被公屈膝 沈海华刚刚好像叫她 叶先生 叶 叶 五年前的叶家 你个废物 也配跟我楚说然表白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别以为你背后有叶家给你撑腰 就了不起 在我楚家眼里 你跟你父母 什么都是 我们不过是打赌 想看到你这一家废物 到底有多垃圾 没想到啊 还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 是 是叶晨 他是叶晨 那个叶家废物 那个表白楚说然 被人无尽羞辱的叶家废物 叶晨 他居然没死 他回来了 这怎么可能啊 舒然 你来找我做什么 舒然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什么事 你说吧 我 我想看见叶晨了 什么 哪个叶晨 我们的高高同学 那个叶家废物 好像是 我不是很确定 两个小时后 来我楚家 喜欢 太贵了 还是算 不用担心 嫁给的问题了 这些东西 是 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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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好看 就这件吧 要不我就多买了吧 哦 不要 这眼疼 这种女人真的找不到 你到底想干什么 叶先生 您误会了 我不是来找您的 我找的是这位小姐 嗯 我找的是这位小姐 嗯 沈总 沈总 您找我做什么 啊 这位小姐 既然您知道了我的身份 我就不过多介绍了 我这次来啊 是专程向您道歉的 刚才我们集团的一位员工 都恶意侮辱您 这是我管理无方 啊 这张卡啊 是我们北宁集团的小小成衣 还请您收下 这卡里的钱 不会低于五百万吧 钱就不必了 刚才的事情对我也没有什么损失 还请沈总拿回去吧 既然您不收钱 这些衣服总可以吧 随便挑了几件 价格也不贵 您要退给我 我也穿不了啊 这些都是我刚刚试穿过的衣服 对不起啊沈总 这些东西啊我也不需要 您的好意我心领了 诶 沈总这样给你了 那你就收下吧 毕竟她一个男人拿回去也没什么用 毕竟她一个男人拿回去也没什么用 可是 这会不会让你为难啊 没事 你先拿着上车等我 我马上过去 好 谢谢 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明天上午九点我会到你们沈家 但是从此以后 不准再来打扰我 更不准打扰我周围的人 还有 我既然可以治好你的病 同时我也可以收回你的命 第二阶段的诊金提高到八千万 好 谢谢 叶先生 谢谢你 您就是我神海华的再生父母 以后 你有什么需求 我沈某愿向全马之劳 没有人 留书 一步 难道 叶辰 是叶辰 楚小姐 你又做噩梦了 我没事 一会儿和剑过来的话 让她直接进来 是 困扰我五年的噩梦少年 竟然是叶辰 那个被我当着 所有人没羞辱的叶辰 我怎么了小姐最杀了 一个废物而已 就算她没死 以她懦弱的性格 说不定早已被落街头 成为一个真正的废物了 竖然总算是见到你了 我们得有半年没见面了吧 你现在可是越来越漂亮了 我猜应该有不少男人 为你神魂颠倒吧 坐吧 自从三年前 楚竖然出国回来以后 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 你说 你见到叶辰了 没错 我今天是在商场碰见她的 她和孙怡在一起 而且两个人看起来 举着特别亲密 也就是说 你也不确定是她 只不过刚好长得像 而且野性也 嗯 沈海华那个人 我跟她打过交道 虽然极为老练 并且极爱面子 你说 她对一个青年被公屈膝 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这个青年 必须有着极高的地位 或者极强的实力 就算那个废物还活着 你觉得五年过去了 她能有什么成就 我觉得 叶家已经在五年前消失了 叶智已经不在了 就算她能在东西湖下活下来 现在也只不过是一个流浪汉而已 这个世界 是容不下他们这种蝼蚁的 而且他们也会被这个世界的规则 给无情的碾压 然后慢慢地屈服 叶家在五年前被灭的那件事情 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 书然真的变了 难道是因为楚家老爷子 跨入了什么国的境界 整个江城都在喘 楚天甚至挺有可能 只有第一个随江城 复住江南沈家族 书然 万一 我是说万一啊 我今天 如果见到的 真的是叶晨怎么办 就算她叶晨回来了又如何 江城已经不再是五年前的江城了 我楚书然也不再是五年前的楚书然了 纵使她由沈海华对她卑躬屈膝 纵使她有再强大的势力 一旦她站在我楚家的门口 她就得像五年前一样 仰望星神般地望着我楚人 参考 是 到底是什么经营 让一个骄纵少女单单几年 竟然变成了现在这样 可能 我一辈子 也要养完楚书然了吧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 咱们可以上堂 到底什么样的男人 咱们可以上堂 夏洛雪那边你真不去了 她可是江南省下家的大小姐 活色天香 你能忍住 我又不紧 要见我 是龙再给我盘着 别说是江城下家的姐 就是京城大家族千金想要见我 我叶晨也不一定会见 我还没见过哪个男的 不败导弹下若雪的十六群下的 此者们的本已经确定 正式将成商会队长陈寸 朦末 她的儿子也为她的天天插派 二人居此在别入团 根据警方判定 各地情绪以赴 而且所有的同伦继续合他 希望甘成实力 这几天出现比安全 贴贴就在买过 他们死了 这不会是你干的吧 他们死了 这不会是你干的吧 对啊 我就是一个顶级杀手 飞烟走兵杀人无数 你还敢让我和你住在一起 你就不怕我四亲一起 你别扯了 这几天我们还是早点回来吧 这个凶手啊 肯定还在江城呢 说不定哪天就冲着我们来了 听见了没 晚上别出去了 不行了 今天逛街太累了 我要去补个觉 你也休息一会儿吧 你们男生逛街 应该会更累吧 孙姨 你放心 那个十恶不舍的魔头 就算杀光全世界所有的人 也绝对不会弄你一下 若是但凡有其他人敢动 那个魔头一定会把他亲手拖进地狱的 明天就是神爱华治疗的人 我这手里还差一个药材 药材虽然没有德人堂的好 不过也够用了 怎么 身体这么虚 要吃药不不 警察局这么闲的吗 陈家的事情 是你干的吧 新闻我都看过了 不过百里小姐 这件事你贸然的怀疑我 恐怕不太好吧 咱们凡事不都得讲个证据 也对 抓人呢 是要讲究证据 不过我这次来 不是为了陈家的事情 我是为了另一件 我很好奇 五年前 东潜湖掉下去的那个少年 是怎么活过来的 陈美子 第一个发现我身份的人 我是这个女人 看来是我猜对了 你就是五年前死去的月辰 没想到 当年鼎鼎有名的叶家废物 竟然回来了 还带着一声恐怖的实力 你想表达什么 你想表达什么 有些事情 你确定要拒绝 我答应了房东回去吃饭 你竟然拒绝我 难道我还比不上一个房东吗 叶辰 你到底有没有长眼睛啊 你看不到我的美吗 还好 孙英不才 不然看到我练单 又要是我骗人了 你 可惜没带老头那个炼丹炉 眼下也只能借助这些惯了 虽然效果不差点 但是吃了十块花 别走过了 《青天宣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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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五颗呀 不过也算不错了 主要是这炼丹炉不行 等猪人灯那批药来了 看样子还得在附近再考虑炼丹炉 总不能每次都用电磁炉和锅吧 得赶紧重新摆个电磁炉和锅了 要不然孙姨回来 麻烦他 叶成 这大白天的 你把自己锁在厨房里干什么呢 打飞机 这么大动静 这什么味儿啊 没事 我主要喝呢 你受伤了 什么时候的事 这是熬药 叶成你到底在干什么呀 这就是你一下午在厨房里搞的东西 竟然漏了一颗 这不是毒药吧 你不会在我的厨房里炼丹吧 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这不会就是那个什么触及助炎丹吧 这不会就是那个什么触及助炎丹吧 这就是一个普通丹药 并没有什么美颜效果 但是吃下去的话 有什么小病会立即去除 要是大病的话 多吃几个也能治好 多过一段时间找到炼丹炉 我到时候好好炼这几个 保证你要到病除 这颗药药效太弱了 你扔掉就好 你之前还说自己是神医呢 现在又成炼丹师了 叶成你就不能现实一点吗 叶成 你明天有空吗 我待会儿给你预约一个心理医生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很危险的 算了 我出去买狗了 这颗你要的话就留着 不要去扔了 这家伙 不会拿着这东西去骗人吧 不行 下周一 我要拿到公司化验一下 没毒最好 就是有毒 必须说服叶成 不要再弄这东西了 你说一个大鸡美女 是在等男的还是等你的 当然是在等闺蜜了 这可是大鸡 少说也那几百万吧 据研究调查都要说 女生买大鸡一般都是性格强适 家里有钱的 家里有钱的大小姐 怎么会在这里等男人呢 兄弟们 我再给你们透露个事啊 女生一般被包养的话 大多都是买包嘛 你挑的牌子 既装逼又好看 我说的对不对啊 我感觉你说的好像不对啊 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女女小王子 我玩过的女人 比你吃过的饭都多 你和我等你 我是不等女人 但是那边那个穿连衣裙的女孩 她是在等我 所以你刚才所有的分析都是错的 我是不等女人 但是那边那个穿连衣裙的女孩 她是在等我 所以你刚才所有的分析都是错的 还等你 你也不撒疯掉照着你们熊样 大计美女 快等你个渣渣 笑死我了 你这种屌丝 如果那美女等你 我直播作屌 叶先生 您好 您 带我去沈家吧 我公司上海华 这门都急坏了 好 您请 真的是 这不会吧 卧槽 什么鬼 那个大金美女怎么对那小子 卑躬屈膝的 您您好 您你多好这口了 是不是 我不是在做梦吗 我记得刚才有谁说要吃锅剁鸟来着 一小时 如果你再晚来一会儿 我可能就要准备后事了 叶先生有没有吃早饭 我刚刚让下人准备了早点 叶先生请 叶先生请 去二楼吧 我给你治疗 几秒钟的时间就够了 十一不都应该忘闻闻气吗 叶先生 您肯定几秒钟 真久也不会这么快呀 什么都不需要 算了 也别去二楼了 直接在这里给你进行第二阶段的治疗 那我需要躺下吗 不需要 那我需要做什么呢 张开嘴巴就行 来来来 都吃下去 这这这 真的能吃吗 你吃不吃 你要是不吃的话 那我就拿走了 我吃 我吃 千万别拿走 这这这这这这这我从来没有看见这么舒爽过 叶先生 请是我沈海华一败 从今天起 您就是我沈海华的再生父母 起来吧 你没必要信我 我救人 你输钱 我们之间不过只是交易关系 这是您的诊金 密码六个六 还有这个钥匙 这是我在大都集团购买的一套别墅 这套别墅一直闲置着 浪费也是浪费 还请您小纳 正好 待会儿去等着他拿的药材 有地方放 好 那我收下了 严雄难过美人关 就是不知道叶先生 看不看的时候 我这个女儿 严雄难过美人关 就是不知道叶先生 看不看的时候 我这个女儿 叶先生 我中午想请您吃个饭 没有其他意思 就是 想表示感谢 我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处理 吃饭就不必了 对了 这几天呀 你一定要吃得清淡一些 担药的药力 还需要几天才能融入到你的身体 至于你的病 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 我们之后不要再联系了 这次回来 又几叶家的丑料宝 当初江城大小企业 夸分了叶家的听证集团 影响拿回去了 就是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家族参与的资讯 都会降成北宁集团的重视 你作为我叶晨的第一个病人 我请你吃饭吧 这样 地点呢我来定 时间啊 就定在明天晚上 你有空吗 有时间 有时间 我全听叶先生安排 这样吧 你把手机号给我 到时候我联系你 孟佳 快 赶紧把你的电话留给叶先生 爸 为什么留我的手机号啊 你 还不赶紧送送叶先生 怎么又让我送 还不赶紧送送叶先生 怎么又让我送 不用送了 我自己打车就行 爸 你刚才是不是想撮合我和叶晨啊 虽然叶晨的医术高明 但是论家是论谈吐 他比得上我身边的那些青年才对吗 孟佳 你一直被我保护得很好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社会 包括他华丽外衣之后是怎样的 他是黑暗的 他是肮脏的 但他更是血腥的 这样的世界 只有一种人可以活着 那就是强者 他们掌握着这个世界上 百分之八十的资源 他们挥手之间 就可以随时灭了我们沈家 他们站在世界最高处 看我们如蝼蚁 如尘埃 但是他叶晨和我们不一样 他不是蝼蚁 更不是尘埃 他是能决定 这些强者生死的存在 如果那些强者 是一座座高不可攀的山巻 而叶晨 就是这无数座 山巻头顶的苍穹 叶先生 您总算过来了 当初您走的时候 连电话都没留 还以为您忘了呢 有些药材 刚好从云南那边运送过来 很新鲜 药效极佳 是吗 药材在哪 带我去看看 好嘞 您随我来 这些药材倒是不错 有劳朱老了 麻烦朱老帮我 清算一下价格 按照市场价来就行 贸然免单 恐怕会遭到拒绝 叶先生 给我们等人糖500万就行 这些药材 恐怕不会低于千万块 好 对了 朱老 我想问一下 在咱们江城 哪里能买到链丹炉啊 我想问一下 在咱们江城 哪里能买到链丹炉啊 叶先生 您 您会链丹 华夏链丹市 已经修饰上千年了 现在市面上流传的丹药 都不是七年前流传下来的 甚至能拍卖的好几亿 这完全是有家务市的存在 难道叶先生买药 是为了链丹 朱老 您开什么玩笑的 我怎么可能会链丹呢 我不过是 有这方面的收藏爱好而已 正好 五天之后 江城千禧大酒店 有一个大型的古玩拍卖会 只要有钱 必然能拍到新一路 甚至上万年的东西 也能获得 我们朱家正好获得了邀请 叶先生 要不 您随我一起去 好 那就有劳朱老了 叶先生 要不 您随我一起去 好 那就有劳朱老了 对了 我正好想让子萱 敬茶 向叶先生亲自道歉 不巧 他和师父一起去爬山去了 要不 您吃顿便饭 等他一会儿 诶 朱老 这报纸还有用吗 没有用 叶先生 您是要 有没有笔 有有有 既然朱仁德有意识好 就用这个 黄泽先生调下的人情吧 这样 等您孙女回来的时候 把这张报纸给他 他看了之后 自然会明白一切 还有 下午四点左右 您到时候把药材给我送过去 好 诶 这上面画的什么 算了 等子萱回来再说吧 爷爷 看什么呢 子萱 爷爷 看什么呢 诶 子萱 这是刚才叶晨留给你的 这上面的东西我也看不懂 你研究研究 他呀 叶晨不就有点三脚猫功夫吗 您至于这么推崇他吗 还什么武道宗师 就凭他 我心里啊 就一个武道宗师 那个人就是我师父 等一下 师父 你怎么了 老秦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师父 地板上糟 你练功也不用急于一时吧 师父 您 您突破了 恭喜师父 师父 您 您突破了 恭喜师父 老朱 这报纸 这报纸出自何人之手 对 一定带我见他 他是我秦远明的恩人 老秦 你的意思是 这报纸上的东西不一般 不一般 何止不一般啊 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 我和子萱修炼的功法 叫七阳心法 是我年轻时候傲然获得 但却是一部残缺功法 越练到最后 就越发现问题越大 甚至 对五脏六腑都有影响 我说我最近身体 怎么这么不舒服 子萱 你不用怕 你年纪小 而且修为不深 这个功法 对你的影响不大 但是对我来说 可就麻烦了 我眼下有两条路 要么就是一直修炼下去 直到五脏六腑 衰竭而死 要么就是 废除我的一身修为 那刚才的突破 对你的身体 岂不是更加危险了 那刚才的突破 对你的身体 岂不是更加危险了 恰恰相反 我的身体 非但没有危险 反而变得更强了 留下报纸的那位宗师 不但真正完善了七阳心法 还修改了七阳心法的 运转路线 按照他的方法修炼 之前的问题都能解决 修炼的速度也会快上不少 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啊 宗师 一定是宗师才能做到 怎么可能 他 没想到 这沈海华送我的是 唐晨一品的顶级豪宅 这有钱是真人性啊 明天就是父母的祭日了 你该去看看他们了 爸 爸 你们的众 我从死亡里爬出来 在黑夜中站起来 我会亲手提着那个男人 投入到您的风险 我叶辰 终有一天会让江城颤抖 让这片花下大地沉浮 我叶辰 终有一天会让江城颤抖 让这片花下大地沉浮 应该是送药材的人来了 朱老板 你们德仁堂是请不起工人吗 这怎么还亲自送我上门啊 叶先生 本来我们不打算打扰您的 但是又担心那些工人 不知轻重毁坏了药材 所以我就亲自带着子萱 还有一位好友前来 如果打扰到您了 还请海涵呢 进来吧 我之前还骂他是香巴了 如果猪汤成一片顶层的人 是香巴了 那我猪子萱就算得了什么 一人秦远明 多谢叶宗师 救命之恩 这段时间只就是神奈华夜 这个头又是从哪儿了 叶宗师 实不相瞒 我就是子萱的师父 他的武学是我传授的 您修改了七阳心法 不仅让我突破了武学瓶颈 还让我今后的修炼不再困扰 从今以后 您就是我秦远明的恩人 站起来再说 您刚才称呼为宗师是什么意思 是宗师很厉害吗 您不知道宗师的含义啊 我这刚下山 对咱们华夏舞剧的境界划分不是很清楚 麻烦您指点一二 叶宗师 华夏的舞蹈体系是这样的 刚踏入舞蹈 分为外境和内境 内境又分为小城大城巅峰三类 之后便是半步化剧 再之后就是无数舞蹈强者仰望的华境宗师 也就是叶宗师您的境界 这境界果然和师父守得不一样 不过也正常 我修炼的功法 可不是华夏的舞蹈功法可以相提并认 那咱们华夏的宗师多么 叶宗师 明面上华夏有五十位宗师 十位顶级宗师 但是暗处有多少 就不得而知了 这些宗师 大部分都和华夏的家族有些联系 只要家族有一位宗师坐镇 地位必然水涨船高啊 那这个江城 江城的舞蹈局势又如何 说到江城的势力呢 一定要提四大家族 从实力上来看 应该是 楚家 赵家 陆家 陈家 其中 以楚家地域和实力最强 陈家的最弱 但是 可不能小瞧了这点 如果是陈家那位老爷子回来坐镇 情况从大不一样 但是令人可惜的是 前几天 陈家不知道得罪了谁 陈家父子 惨死家中 目前 陈家已经被提出 大家族外 楚家 楚家 楚书人 那个高高在上观 凶死我的一人 如果不是他当着全孝世界的面侮辱 我想让我一决入镇 被整个江城的人骂作废物 楚书人 这次回来 我会让你明白 什么才是真正的高不可怕 爷爷 爷爷 叶总师 你 你这是 叶总师先生 为什么会有如此可怕的杀气 难道四大家族有人得罪叶总师 不过真是 他那个局势要彻底改变 一位如此年轻的总师之人 可不是小小的江城家族可以承受 叶先生 您和四大家族有渊源 啊 我就有些熟人罢了 如果没有其他事 我们就先搞退了 告辞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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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吵脸蛋有脸蛋 又有身材有身材 关键是做菜好吃 这种女人应该算是鸡品吧 你这家伙 刚回来就出吃 火吃飞焦了没 还有 你一大早上跑哪儿去了 我跑遍整个小区都没找到你 我这一早上可是去忙工作了 我这一早上挣了一个亿呢 得了 你以为你是王健林啊 动不动定个小目标 还一个亿呢 一早上不见 你这吹牛功夫倒是长劲了 你要是一早上能挣一千块钱啊 我就佩服了 算了不跟你瞎吵 吃饭吧 吃啊 这个好吃 喂 什么 我马上过去 叶成 今天晚上不用等我了 我有事回趟老家 不是 你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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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这样回我 从家 奔赶 回我生年到后 今天我就收了 当做例子 等我把你自己推